美国坐不住了华为总裁任正非的预言都成真了 一场海外回国的浪潮正在掀起 大批顶尖的科学家纷纷回国 消息已经传出国人都沸腾了 中国富豪李开复带头丢掉美国的绿卡撤资回中国 给美国造成了损失1300亿 李开复公开表示将永远退出美国市场 把公司95%的资产和财产技术全部带回中国 不仅如此 李开复撤出美国的行动 还引发了在美华裔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许多华商纷纷跟随他的步伐 一起将资金转移到中国 紧接李开复之后 硅谷之神 尹志饶也不惧美国阻拦毅然归国 他被誉为 硅谷最有成就的华人之一 是美国最不想放走的中国人 因为他不仅带回了30多位芯片人才 和60多项专利 而且在回国之后 他带领团队突破技术垄断 造出了5纳米光刻机 创下芯片界的传奇 沈向阳在微软工作23年以后 米光刻机 创下芯片界的传奇 而且在回国之后 他带领团队突破技术垄断 造出了5纳米光刻机 创下芯片界的传奇 沈向阳在微软工作23年以后 也回来了 他是微软级别最高的中国人 微软AI的领导者 他的回国让美国可谓是地动闪摇 连比尔盖茨都惋惜不已 如今他已经是清华大学的教授 为中国培养人工智能的人才 众所周知 国外很多高科技产品 都有咱们中国人发明的痕迹 所以美国如此发达 和中国人顶尖人才的贡献 绝对是分不开的 如果说一个科学家的回归 能够提振一个领域 那么眼下一个又一个科学家回归 将给我国带来跨越式的进步 今天我们科学家排除万难 纷纷回国 帮助华为比亚迪等国产企业 自主研发克服困难 简直是太振奋人心了 这是我们不愿意再为别人做家业的决心 也是所有人团结一心的真实写照 为中国的科学家加油点赞 美国坐不住了 华为总裁任正非的预言都成真了 一场海外回国的浪潮正在掀起 自己转玩 搞不住了 这基本 Rabbit